这期的主题是孤独 刚刚那个光呢 就是想给我打出孤独的感觉 是吧 好像只能打出我即将要卸顶的感觉 本来这个设计是很酷 像演唱会一样 升降机我唰就出来了 特别酷孤独 没有预算 没有预算是最孤独的 其实孤独也很正常 每个人几乎每天都会孤独 就比如玩手机 你玩两个小时 一观屏幕 黑色的屏幕上倒映出自己的胖脸 表情呆滞 目光空洞 我刚刚两个小时到底干了什么 想不起来越想越心慌 一慌赶紧又把手机摁掉了 是不是每天都会有一次这样的经历 尤其是睡觉前 那种孤独的感觉 每一个反复卸载过王者荣耀的人都懂 再比如 饭局 饭局上很多人热热闹闹的 一个话题没听懂你就孤独了 没听懂你还得跟着笑 更孤独了 一边笑一边又偷偷拿起手机查 他们刚骂的李大人到底是谁啊 查查查 查半天 查到一观屏幕 又看到了自己的胖脸 我查这玩意干什么 我为什么要知道这些没有用的信息 我干嘛要跟这些人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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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孤独 你的朋友会怎么说 你的朋友会笑话你 大声地嘲笑你 你还孤独 是酒不好喝还是手机不好玩啊 再比如 下班的地铁上 全是人 但是没有人认识你 你就想弄明白这一天工作的意义 你弄不明白 卸在王者荣耀的晚上 没弄明白的事 这辈子就弄不明白了 非常的倍感孤独 摇晃到地铁上 你就不知道该干嘛 你只能再玩会儿手机 一摸兜 手机终于丢了 刚孤独了 孤独啊 就是很正常的一个感觉 有一句古诗说的非常好 大家小时候都学过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非常简单 这个一听就能懂什么意思 这个诗挺好的 所谓的那个哲学三大问题 这个诗都能回答 从哪来 不知道 忽然就来了 你说你是谁 远行客吗 都告诉你了 说要去哪 走走 不知道要去哪 人生就是这样的 很古古 我第一次体会到这种 远行客的感觉 还是在小时候 在草原上有一年暑假 在奶奶家住 然后呢 白天没事在草原上玩 捡了很多那个干的牛粪啊 堆了一个小人 这个在内蒙很正常 很正常 你们小时候有玩具的人 是不能体会这种快乐的啊 你们那个变形金刚才能变几个形 我要是愿意 我的小人可以变成我爸的形状啊 对小人吧 然后晚上呢 回家躺 躺在那个炕上啊 辗转反侧 睡不着觉 就回忆这个小人 你说我回家了 他在草原上多孤独 也没有人理他 想着想着就觉得 对于世界还说 我不也是个小人吗 谁理我呀 想着想着很难过 有种莫名的悲伤 就哭了 然后奶奶说你哭什么啊 说我觉得我自己是牛粪 小孩 你说第一次思考这种 什么人和世界的关系 想不清楚 也说不清楚 那我奶奶是怎么出给这个事的呢 第二天一起来 就拉着我去 把那些牛粪都捡了回来 然后扔到骨子里烧了 生火 一边烧一边跟我说 孩子啊 你就算当牛粪 也要当有用的牛粪 你去吧 正能量还是搞得大 把我的思考和我的小人 都给我烧了 我长大了 回忆这个事情 我就想要是我奶奶 是一个法国老太太 这是我们看那种电影里的 这个故事就不一样了 咱们都看过那种电影 是吧 一个小孩跟奶奶说这些问题 奶奶又是启发你 又给你讲哲学 什么苏格拉底 诺尔斯尔夫 还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可惜我奶奶是正宗的草原老太太 在草原 牛粪就是用来烧的 孩子就是用来打击的 我们也不是光是草原嘛 我们中国都差不多 我们因为我们中国人含蓄嘛 不讨论这些问题 而且你小的时候也没有正经的 什么哲学课 哲学教育 你小孩有了这种 关于世界啊 孤独的思考 你去问大人 大人面对你此类困扰 此类困扰的回答就一个 快吃饭都堵上的嘴 你长大了 你跟朋友表达此类的困扰 就是说你的朋友对你喝吧 哎呀 酒不好喝 还是手机不好玩啊 整个就是一直都是 这么孤独的长大的 但是我也不怪我的家长 因为每个内蒙小孩差不多 可能吧 都见过自己的父亲 喝醉了哭的样子 你看到那一幕呢 你就会明白 面对孤独 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是吧 他小时候估计也被我奶奶 一把火烧过 一个破碎的牛分 怎么拯救 一个破碎的牛分呢 没有办法的 是吧 大家都是远行客 孤独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情 很正常 只是说希望大家 有个这种感觉啊 还是应该跟朋友家人说一说 让你朋友跟你说 这种孤独的时候呢 也不要满嘴把握用语 是吧 适当的时候 可以给他一个拥抱 答应我 让我们做彼此最好的 苏格巴迪